第四位 未大老師 塔羅沾不未來一個月 我可以苦盡甘來嗎 我們請現場的來賓 聽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好 您直覺從1號到5號牌 任選一個數字 直覺了 好 來聽 選到5號牌的是 冰冰對不對 好 我先來看 選到的是 金幣市則牌資金到位 不用煩惱 真的 選到這張牌的朋友 其實前一段時間 確實他會為了很多資金的問題 比方說可能真的是 事業上的調度 或者是學費啦 生活費而煩惱 那選到這張牌呢 代表說未來一段時間 馬上就會有資金到位 不用再煩惱了 那我有看了這個 小冰冰你剛才 你今年的流年 就是你這兩年的貴人運 都非常的旺 不管是人賣 或者是資金上面 都有很好的貴人運 但是你自己要懂得 不要有時候因為運氣太好了 而不去累積經驗 就是過去的一些挫折 你要把它記下來 如果你能夠在這兩年 用很務實的態度 來看待你的事業的話 兩年後絕對會有一個很扎實 而且很有實力的表現 加油 水兵 我看好加油 好 那我們來看呢 是天鷹選到的 對不對 四號牌 對 好 我們來看 選到四號牌的是 太陽牌 它是身強體健 繼續衝刺 好 選這張牌 其實未來一段時間 代表可能還是有一些忙碌的事情 但是呢 我們自己的健康 是非常的旺的 而且自己 有點樂於忙碌當中 好 那天鷹呢 其實你的流年 你未來兩年 資金 這個金錢上的壓力 確實還在 但是你要懂得什麼 你要懂得自己去找 該負責任的人負責 不要把所有事情都攬在身上 好 這是你要懂得去學會的 我們接下來看呢 選到一號牌的是 張老師 這張牌呢 是放下重單 稍作休息 是一個權杖時的逆位牌 好 意味著什麼 過去一段時間 自己真的是非常的有能力 把所有的事情都一肩扛起了 那未來一個月呢 其實你是能夠找到負責任 就是接手的人來做 自己不用扛起那麼多的責任 但這張牌有一個責任 有一個特色就是能者多勞 自己其實願意去扛起這些責任 而不放手的 所以抽到這張牌的話呢 自己要懂得把責任分出去 自己就能夠稍作休息了 好 我們接下來看呢 抽到二號牌的 有篤鈴哥跟靜純姐 這張牌是 階段任務順利完成 成長四有90分 好 前一段時間的忙碌 不管是家裡面的事情 或是工作上面 事業上的表現 都能夠在未來一個月 有非常亮麗 大家都能夠看得到的一個收穫 好 那最後湯老師 抽到的三號牌是 金碧酒 生活富足悠閒自在 這是一張其實經濟無魚 而且即將要去度假休閒的一張牌 喔 是喔 所以 抽到這張牌的話 真的非常恭喜大家 拜 拜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